所以他叫他媽媽叫我弟弟 給他媽媽拿 這可以 不是 我會擔心年紀差太多 會蓋起來會很吃 呃... 我一定還可以 那大千奇怎麼會好 什麼意思 我以前就有跟媽媽在救浪那樣 主要是媽媽自己想要做還是捉你 我從小懂事有意思的時候 那一刻開始就是家裡充滿了狗狗 我們家以前就是動物園 就貓 狗 烏龜 老鼠 鳥 天壤 飛什麼都有 我還要解釋一下 因為上次有剛好來我的萬里那個 那個浪浪那個收容地 然後我有說我爸爸長命在這裡 因為有網友以後是 我爸爸買在我們家的一個庭院 我們傻眼 我真的傻眼耶 不是的 因為我們家 前面就是福田廟國 我爸爸就是 放在福田廟國 真的耶 他說 好有心喔 把爸爸放在那個庭院的中間花園 不是啦 然後小明說是跟媽媽討論的時候 你買了三十年小的嗎 因為那個時候是 我媽媽每一天晚上都會 固定騎車到萬里那個平方 然後去到處看到 流浪狗就餵食了 不管打了一下雨 但是就是晚上 那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什麼螢光雨衣啊 然後常常都一點點都會造成很多的危險的可能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媽媽講說 如果有一天我賺錢的這個能力的時候 我就幫你買一塊地 讓你去好好的安心的去照顧這些浪浪 也是隔了十年 我就幫媽媽買這那塊地 隔了十年之後 三千多瓶吧 所以媽媽有看到星巴 媽媽有看到星巴 她很喜歡 我本來也有跟她說 就像之前報導也有寫過 說要不要放在那個萬里家 然後媽媽說 妳這樣不就要把她當作收藍了 畢竟那個地方還是浪浪的 居住的地方 所以我們應該真正把她 幫她找一個家 才是對於這個節目最大的宗旨 還有拇指 或無名指 好的 不是指 來 下面位 那等下分開的時候也哭 沒有哭 呼以為哭得很慘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沒有呼以為 因為大家寫封信要唸給狗狗聽 寫信的時候我有笑 因為我想說 聽不懂 跟Yuki有沒有闖入溝通 跟Yuki啊 對 有過 我問了 我列了很多的問題 我說 你為什麼常常會對 蟎狼那個地方叫 他說 因為家裡有一個老先生在 我傻眼 爸爸嗎 我跟你講的一樣 我就說會不會是我爸爸 然後 幫我溝通的那個阿姊姊 他說如果你爸爸這個時候 還沒投胎的話 應該不太好 都那麼久了還沒投胎 可是我沒有不舒服啊 在家裡 因為如果真的有會不舒服 你之後有可能在主持或什麼 主持有 就是 好幾個有在談 然後 在看喜歡的類型 那你雨白還有狗狗嗎 雨白應該暫時不會 那有其他幾個姐妹在談這樣嗎 四五個 四五個 都吃台灣的嗎 沒有還有 還有啊 有 對這樣子 啊 我也有 那你有想要聊 跟隨男的類型 就來帶小朋友囉 小朋友跟寵物是最難搞的 你有過想要有自己的小孩嗎 自己的小孩喔 因為現在有乾兒子乾女兒啦 我就覺得 對啊 但我要報恩啊 我經紀人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中國 什麼還不是到現在嘛 然後 然後到他現在有自己的小孩 那我當然要報完 可是你不會擔心年紀差太多 會帶起來會很吃力嗎 我一定還可以 他自己真的做得比較好 所以他是去美國做個小孩 所以他沒有爸爸這個身份 那我就作為一個乾爹這個身份 去讓小孩覺得他不是孤單 是個完整的這個 所以我是報完就是給他媽媽的孩子 但所以他叫他媽媽叫我弟弟 是分了